《二酒丹田》 《运行全新》 是否在想这些东西 因为是气功 这很接近健身气功 气功是我们早前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中国第一本中医的书籍叫做《皇帝内经》 《皇帝内经》大家在各大书局都会找到 当然那幅不是古迹 是收编过的 《皇帝内经》是我们第一本 古代中医学书 里面已经提及过一些类似 养生保健的意念 即是我们二千多年前 我们早前已经有很多人 很注重养生保健的东西 他们当时用了很多不同形式的运动 令自己身体健康 另外有一本叫做《中华气功大典》 里面收编了八百多宗气功 所以多年以来坊间流传的气功 原来有超过八百宗 当中有相当多部份 都是属于一些养生保健类 如果符合我们国家颁布的 要有三个元素 就是自己自身形体的肢体动作 一些呼吸吐蜜 以及一些心理调节三合一 这样才为之一个健身气功 听起来也博大精深 我们所说 我们去练气功 或者是医疗气功 到最后 我们刚才最原始的时刻 是如何帮助一个情绪病患者 很艰难 才叫我落楼下走五分钟 然后叫他走 我们刚才所说 气功是否要他做尖举铁 或者说不是 你那叫做医疗气功 其实吐蜜 刚才听你那些说 其实我看到有些人 譬如我们TVB和陆叔 说是气功百多岁 这是公开的秘密 其实我以为是否像看电视 那些眼睛就有点反反 然后心里在想 有些动作 其实是怎样的一回事 帮我们解释一下 正宗的我们叫做连气功 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国家都有相类似的问题 所以在2000年的时期 即17年前左右 我们国家的起心肝就研究一下 譬如我刚才所说 原来我们有记载以来的 气功有百多宗 都不知道那些气功 其实有什么功利有什么用 国内政府2000年时 就委托了国家体育中局 成立了一些专家小组 根据考古回来的资料 再根据现代一些科学化的研究 以及一些有集联气功的专家 研究了很多年 到了2006年时 2006年11月 我们国家颁布了一个 叫做健身气功管理办法 这个正正也是 除了刚才我所说 介定了什么叫做健身气功 这个定义之外 它也收编了四套 是四套的推荐给国民 比较正宗的 是不是人都可以练习的 人都可以练习的 是 其实是老少咸语的 这四套吗 其实就是这四套 这四套 分别是五琴气 亦根经 六字缺 以及比较多人去集联的 就是八段感 这四套其实都是 国家体育总局 政府当然不是全部 拿起古代人的动作 功法直接揹 其实都考虑了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我们现代的 运动科学的安全原则 如何符合我们人的 运动学的生理原则 所以它有些偏证了 这四套其实各大中小书局 都可能会买到 跟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里面有一个 我一听到名字之后 突然耳朵竖起来 就是易根经 这些是少林子的上乘武功 其实是否练完之后 会打通了任督耳墨 然后就可以武功大进 周星馳如来神掌 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健身器官其实最终的目的 都是希望刚才所说的那个气 其实如果根据中医来说 主要有两个理论是背后的 一个就是阴阳 阴阳的意思就是 我们的生命力 其实我们在体内 处于阴阳两极 如果两极平衡的话 我们就健康 那怎样为之健康呢 就是有一方面特别强 有一方面或者特别弱 这样 在我们这些健身器官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动作 例如我稍后会介绍的八段感 其实有些动作 例如上吸 下呼 凤是我们吸 属于阳 呼就是阴 上举的动作就是阳 下落就是阴 外展就是阳 内收就是阴 其实我们反复反复 这些健身器官有这些动作 其实就是在做什么呢 是阴阳的 喝雪来说都是帮我们平衡感阴阳 令到我们的气 可以不会偏走在阳那边 还是阴阴那边 令到我们的气 在阴阳的喝雪里面 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这样就对我们 去防止疾病会有功效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阴阳的喝雪 阴阳的喝雪 刚才你也有提及过一些月位 阴阳的东西 其实阴阳的喝雪 就是我们的生命力 其实我们是行走于我们的阴阳 阴阳之间 如果暢顺的话 当然我们就会身体健康 如果我们有一些月位 或者有一些 譬如今天说的情绪病 当我们承受压力的点 到达一个境界点 临界点 或者我们长期处于压力的状态下 我们会有一些失调的状态 我们的经络月位 也可能会有一些部分 会有所谓好像闭塞 于是我们的气 其实在经络里面 运行得不长远 这样由经络学说来说 我们就会容易生病 我们的健身气功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动作 就是有打通了那些 经络月位的功效 令到我们最重要 最后令到我们的生命力 我们的内里的气 动力可以运行长远 从而令到我们的气血运行 如果以失医的角度来说 结果可以帮助我们 提升我们的消炎能力 提升我们免疫系统能力 最终可以做到 有病就医病 无病就防止疾病